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九篇第六十一章 去死吧 海洋水面汹涌咆哮 浮在海面上的一座座冰山随之起伏 而这一方世界的主宰私有则是悬在半空 表情猙獰 显然短时间被一名御主逼迫到这个地步 令他无比的恼怒 这是耻辱一名戒主的耻辱 废话是没用的 罗锋一身黑衣 遥遥站在远处半空 身体再度化为幽影 通过磨砂族分身来施展幽影秘点中的幽影身法 简直如鱼得水 近距离战斗的瞬间迸发速度 远远超过眼前这位戒主 幽影浮现 私勇立即暴退 暴 私勇怒吼 顿时扶在他身前那两根黑色白色的尖锥 顿时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芒 白色尖锥周围冰冷无比 令空气凝结出冰晶 雪花飘飘 而在黑色尖锥周围 却是形成浪潮呼啸声 周围形成环绕的黑水 令整个黑色尖锥宛若一条黑龙 轰轰 一条黑色水龙 一条白色冰龙 相互缠绕旋转着 甚至于引起这一方世界的震荡 无尽世界之力 涌入那两条龙中 其中黑色水龙 隐含着连绵不绝的意境 而白色冰龙 则是隐含绝对的肃杀之意 此招名叫双龙刺 是思勇参悟水之本源法则后 感悟出来的一大绝招 或许他感悟法则的程度 远不如罗锋 可毕竟是隐含些法则之力的 而且毕竟在纯粹力量层次上 和一方世界的压迫下 令他的优势太过明显 轰 二龙缠绕旋转下 仿佛形成巨大的电钻 瞬间就将钻出一条幻影 到了罗锋眼前 果然发飙了 真快 身法施展到极致的罗锋 看着几乎瞬间 就到眼前的黑龙冰龙 顿时模糊幻影移动 改变方向尽力闪躲 同时在罗锋手中 也凭空出现了六楞盾牌 盾牌只是侧着 微微前腿 这一腿看似简单 却仿佛令周围空间 都整个推了过去 轰 彼此缠绕旋转的黑色水龙 白色冰龙 受到空间的压制 略微受到影响 随即轰然撞击在六楞盾牌上 在撞击的同时 那两条能量巨龙 轰然发生爆炸 可怕的爆炸力 几乎瞬间 就炸得罗锋往后 炮飞开去 鲜血从口中喷出 而手中六楞盾牌 更是远远乱飞 两条能量巨龙的核心 那两根黑色 白色尖刺 则露出真身 直接刺向炮飞中的罗锋 刷 人在半空的罗锋 瞬间再度闪躲开 周围瞬间出现 上万换身 一撞 二爆炸 三次 罗锋低头看看手臂 原本抓着盾牌的左臂 完全断裂 手中满是鲜血 但是黑色气流缠绕 瞬间完好 远含法则之力 世界之力 一方世界辅助 两柄念力兵器合力 这招 威力够强 远处悬空而立的思勇 原本露出一丝喜色 可后来顿时暴怒 愤怒咆哮 你还不死 我就不信 你死不掉 给我去 思勇咆哮着 同时脸色瞬间苍白 咬牙指的那两根尖刺 似乎拼尽意识 来操控念力兵器 哄哄 两根尖锥 瞬间划过两道呼吸 那白色的尖锥周围 无数冰晶凝聚 竟然直接凝聚成 一条无比清晰的 巨大冰龙 而另外 一黑色的尖锥 周围黑水环绕 直接凝聚成一条黑色水龙 比之前那刀明显清晰的多 两条龙的利爪 尖角 翅膀 都完全可见 死吧 死吧 去死吧 四勇完全癫狂了 吼 吼 两条巨龙呼啸冲过周围 也不知道是龙的吼声 还是速度过快产生的冲击波的呼号声 两条宛 两条宛若真实的巨龙 呼啸盘旋 龙尾抽打 利爪挥拍 身体横冲直撞 顿时无数换身消失 罗锋被逼得狼狈不堪 绝对力量上相差数十倍 他又有一方世界的辅助 而且也懂得水之本源法则 并且是非常难惹的精神念身 就算 我是磨砂族分身 站起来也很吃力 不过 这样才算得上是挑战 罗锋 完全将身法运转到极致 磨砂族本来就是最强暗杀族群 走的是暗杀一路 而幽影秘点 也正是这一线路 幽影身法 配合磨砂族分身 的确是绝配 在思勇的疯狂咆哮下 虽然罗锋一次次受伤 可至少能保住小命 至于受伤 磨砂族分身乃是能量生命 伤势完全能够迅速的恢复 吐 罗锋嘴角一出鲜血 随即再一次一闪而逝 刀光亮起 被一条冰龙的利爪给抓开 而那冰龙整个踢爪都轰然碎裂 但是紧跟着再度凝结而成 而罗锋则是因为撞击倒飞开去 身体再一闪又再度消失 怎么会这样 怎么还不死 四勇双眸瞪得滚圆 面色猙獰 他仅仅是一个领域局 我可是世界级呀 到底是什么鬼魅的身法 竟然快到这个地步 诡异到这个地步 一次次受伤 竟然一点影响都没有 四勇悬浮半空 操控两柄念力兵器 竭力攻击罗锋 显然四勇处在上风 可是优势不代表能获胜 他在压着罗锋打 可罗锋就是没事 那身法依旧那般鬼魅 攻击依旧无比的可怕 让人心惊 这令四勇 愈加的恼怒 只能缩小范围 缩小范围后 我的念力兵器需要攻击的范围小了 效率才能够更高 四勇意识到问题 因为双风战斗力范围太大 令罗锋一闪就是数十公里 瞬间就是上百次闪烁 空间大 罗锋施展的开 那两柄念力兵器自然无法将优势转化为胜利 呼啰 两条巨龙都后退 朝四勇靠近 之前罗锋在半径一百公里内都会遭到攻击 可现在两条巨龙后退 只有当罗锋以四勇为中心 半径三十公里的范围内才会遭到攻击 范围的缩小 果然会效率更高 真聪明 你总算意识到问题所在了 一直被逼得有些狼狈 根本无法靠近私勇的罗锋 眼眸中掠过一丝亮光 瞬间冲向私勇 冲向私勇的时候 那以两柄念力兵器为核心 凝聚成的巨龙 根本一动不动 当罗锋极度靠近时 两条巨龙才咆哮而出 距离近 令黑色水龙 白色冰龙 瞬间到达罗锋的面前 快到罗锋闪躲都有些狼狈 哄 依次交手 令罗锋整个人的身体一颤 嘴角喷出鲜血 连鼻孔 耳朵都有血丝渗出 两枪暴退 同时闪身躲避 哈哈哈哈 箭优势明显更大 四勇顿时大笑 世界级就是世界级 领域级也就是领域级 你在天才便必死无疑 刷刷刷 罗锋一次次闪身 一次次逼近四勇 距离近 有好处有坏处 好处是因为罗锋速度 快在近距离下 偶尔能冲到四勇的身前 坏处是 近距离下 彼此攻击更快 反应时间更短 刷 犹如鬼魅般的一个闪烁 突破三十公里距离 瞬间就到了四勇身前 紧紧百米处 四勇一边操控着四面盾牌 同时更加随心所欲地 操控了两柄面力兵器 继续围攻罗锋 我就不信 近距离你能撑过一次 两次三次 还能撑过十四百次 四勇咆哮 丧身 罗锋一声低吼 许展开现如今 他最强的一刀 刀光灰暗凶力 瞬间就越过数十米的距离 直接劈向四勇 而刀光中隐含的那股凛冽杀机 凶悍气息简直令人心惊 周围空间都受到这柄战刀的操控 刀光的前夜 隐隐有着一丝精芒 游影七绝刀 葬身 哈哈哈哈哈哈 没用的 四勇哈哈笑着 轰轰 两面盾牌阻挡过来 第一面盾牌被轰击了阵的后退 可第二面盾牌 还是硬抗住了这一刀 轰 后面的两条巨龙咆哮攻击向罗锋 一刀未能见弓的罗锋却是双毛眯起 同时直接松开手中战刀 右手瞬间变长 原本只是普通人的右臂 几乎瞬间 右臂就擦着盾牌的边缘 猛的延伸开去 瞬间就延伸数十米长 而且生命经河也冲进了变长的右臂 轰 两条巨龙轰击在黑衣罗锋身体上 瞬间就将罗锋轰击爆裂开来 鲜血骨头乱飞 什么 四勇看着瞬间暴涨成数十米长的面前的右臂 顿时大惊 手臂 手臂怎么会变成 难道是战衣延伸的缘故 没用的 他身体轰炸毁掉 就算命而未灭 可没有肉体发挥 根本无法发挥多少力量 四勇丝毫不禁 人身体发力等等 都是需要通过脊椎肌肉等等 身体被灭 仅剩一个断臂又有何用 刀光亮起 瞬间裂过四勇的脖颈 刺入其体内 而身后扫荡过其体内 一抹刀光直接刺在命盒上 令命盒破碎开来 这 这怎么可能 四勇 瞪大眼睛 原来战衣延伸出的家属臂 怎么可能施展出这么可怕的刀法 身体被毁 紧紧断臂又怎么能够发力攻击啊 死亡瞬间 四勇脑海中略过诸多念头 随即一切哄然破碎 意识泯灭 那两条巨龙轰然崩塌 露出两柄念力兵器 这一方世界也直接轰然崩塌 无尽海水直接崩溃消失 露出了那破败不堪的山里 念力兵器直接从半空坠落 盾牌也坠落下去 四勇 陨落 那暴涨的断臂 瞬间化为黑色气流 黑色气流凝聚在一起 化为黑衣罗锋 黑衣罗锋眼眸中 有着一丝疲惫 也有着一丝疯狂和兴奋 成功了 罗锋低头看着那坠下的四勇尸体 心中暗道 真正的人类 身体毁掉了 只能念力攻击 无法身体净身在 可是 摩杀祖分身是能量生命 我若是想变 可变成千万模样 别说是断臂 就是变化成魔云藤 变化成一颗石头 我照样能攻击 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九篇 第六十二章 天事宫 摩杀祖 可以在灵甲上 在灵甲上模拟出那些密文 当然 体积越大 消耗能量越惊人 摩杀祖 摩杀祖 就算变成金角巨兽 也仅仅是数十米大的金角巨兽 如果要变成数十公里 数百公里的宛若一座山脉的庞然大物 恐怕会短时间内将生命金河内能量消耗干掉 黑夜 寒风吹 这座山岭化为一片废墟 黑衣罗锋俯瞰下方 我竟然真的就以摩杀祖分身杀了这私有 罗锋自己也有些激动 摩杀祖分身虽然强 可毕竟强在暗杀上 真正这种一对一的厮杀 宇宙当中比摩杀祖强的还有一大堆 如星空巨兽中的十二大巅峰血统 哪个不是表悍无疲 又如雪落世界远古土影中的远古怪兽 同样绝对彪悍 还有宇宙中巅峰族群之一的虫族中的母巢 还有金属类生命 植物类生命中的变态存在 这些都是丝毫不比金角巨兽差的 可怕生命 都是一对一 无比强悍的 摩杀祖分身强在暗杀上 我其实只需要去击杀 私勇的一名徒弟 以后变成了徒弟的模样 同时施展天赋秘法复制 完全复制那徒弟的生命气息 罗锋心中暗道 这样就算到了私勇面前 私勇也根本看不出问题所在 近距离下 他毫无防备下 瞬间一刀击杀 这可比正面硬拼容易千百倍啊 罗锋也清楚 让磨杀族分身 却暗杀私勇 是没有挑战性的 主要是天赋秘法复制 实在太过变态 完全一模一样的人 不单单表面一样 连气息都一样 根本查看不出丝毫问题 就算是在浩瀚宇宙 无数种族中 磨杀族都是让无数种族惊恐的一个暗杀族群 如果不是这天赋秘法太过逆天 也不会博得宇宙最强暗杀族群的称号 能击杀他 虽然有着私勇本身感悟法则较差的缘故 可力量上的绝对差距 我依旧能成功 这也说明 这八十年前修 我进步的的确很大 罗锋心中喜悦 俯瞰下方 狼藉山林一眼 随即私勇死后 体内世界破碎 载周围山林 铺满大量宝物 罗锋收了私勇空间器具 也将这些宝物 随意将珍贵的带走 至于其他一些物品 一名借主的财富能有多少 在宇宙中 能有十魂元单位就算强了 更别提雪落世界内的土著 也就极少数罗锋看得上眼 其他的物品 全部加起来都远不足以魂元单位 以罗锋的身份 在虚拟宇宙公司内 领取都是直接免费的 罗锋一飞冲天 直留下破败的山林 和那私勇的尸体 以及大量对罗锋而言 没有丝毫价值的宝物 不过在罗锋离开半天后 这里就被一支队伍发现 这些物品 即使一些狱主都会眼热 这支队伍顿时疯狂了 内部甚至于自相残杀 而后因为这大量宝物 还在燕缸岭内掀起一片血雨腥风 无数人为之兴奋争夺 同时斯勇的死也传开了 斯勇一死 顿时周围极大世界的世界主们 立即开始进攻 开始强占地盘 斯勇的势力很快便灰飞烟灭 连为斯勇报仇的人都没有 更别提为斯勇去抓纳克纳布了 这 这是封大哥留给我的 迎挂青年纳克 带着父亲 终于潜逆一地歇息时 才开始查探这空间建制 一看便吓了一跳 可可 怎么了 纳布疑惑 封大哥给了我大量的钱财 很多 很多 比我们家当年的财产 多少万倍 百万倍 纳克有些震惊 纳布顿时双眸发亮 哈哈哈哈 我们纳家定会崛起 比过去更加强大 有了这些钱财 以后就方便多了 纳克 当年赌对了 赌对了 纳克微微点头 心中却在担心着罗峰 封大哥说 去挡斯永的 挡随后的日子里 斯永之死消息一传开 特别是斯永死的地点 也传开 让纳克纳布父子知晓时 不由骇然 显然 斯永死的地方 就是当初罗峰在那等待的地方 封大哥杀了斯永 封大人杀了斯永 纳克纳布 纳克纳布 为之震惊 雪落世界中 后来发生的事情 罗峰当然不知道 杀死斯永后 磨杀族分神 一飞冲天 回归机械族飞船 而后便正式离开了 雪落世界 站在飞船控制室内 罗峰回头 看着后方无尽的 浩瀚大陆 这完全被虚拟宇宙公司 给压迫监制着的 雪落世界 就此告别吧 小纳克 我达到一主级 便会在宇宙中 担任风疆大力 借主级 更是要生死磨练 恐怕会很久很久 不会来 希望下次来 你们雪落世界 还能看到你 罗峰知道 自己估计千年内 万年内 都不可能回来 不过 关于雪落大陆 他心中依旧 有着雪桌疑惑 将来终有一日 还要回来 好好探查一番 博物弥漫的遥远虚空中 一座无比高大的宫殿 悬浮着 这 正是天智宫 就因为这座宫殿的存在 雪落世界的诸多强者 从无尽的远古时期到如今 一直都不敢出来 只能归缩在雪落世界内 虚空中的天智宫 比一般行星都要大 此刻 从天智宫中 飞出一个小步点 迅速朝罗峰 这机械族飞船 靠近过来 正值一艘 大约八百多米直径的 三角形黑色飞船 第一 罗峰殿下 你好 我是天智宫的接影者 摩洛克 恭喜罗峰殿下完成雪落世界历练 那艘飞船靠近机械族飞船时 直接发送讯息过来 很快在这艘飞船的带领下 罗峰来到了天智宫第一层的 某个广阔大殿 这大殿 约有数千公里长宽 罗峰收了机械族飞船 站在这大殿内惊叹不已 这大殿内还停着 密密麻麻一艘艘飞船 几乎占了过半的大殿面积 每一艘飞船 按照罗峰的眼力判断 最起码也是一级飞船 甚至于能看到F级飞船 罗峰殿下 穿着银色战衣 有着六只眼睛 蓝色皮肤的戒主 莫洛克正在旁边带路 做着一口流利的宇宙通用语 声音略显高康 你这雪落世界 竟然待了八十年 真是让人惊讶 主要是为了雪舞者任务 罗峰边走边笑道 和雪落事件不同 雪落世界内虽然种族繁多 可长相大多还算正常 可是宇宙中 人类族群太过浩瀚 种族无数 各种模样的都有 雪舞者任务 罗峰殿下完成了 莫洛克吃了一惊 嗯 罗峰点头 哇 恭喜罗峰殿下了 莫洛克联盟的笑道 我在这儿也接待了很多去进行修炼任务的天才们 甚至于有巨幅斗舞场 宇宙拥兵联盟的天才们 可是能够成为雪舞者的寥寥无几 因为要融合三颗雪落精 一般都要在古神废墟待很久 很多人都没有那个耐心 而且古神废墟又很危险 罗峰点点头 二人边走边聊 虽然没有刻意走多快 可仅仅几分钟 便穿过数千公里的距离 来到前往宫殿第二层的楼梯 楼梯无比宽阔 每一届都有一百多米高 十公里长 五公里宽 通体好似琉璃 抬头看去 一切接楼梯恐怕有上千届 呈环绕盘旋结构 要去宫殿上一层 只有从这里走 借主莫洛克笑着道 二人画着一道流光 沿着楼梯通道朝上飞行 没必要去上面吧 你们给我安排一艘宇宙飞船 然后送我离开不就行了 罗峰问道 哦 是我天使宫公主要见你 借主莫洛克说道 公主 罗峰吓了一跳 天使宫公主 那是何等身份 坐镇天使宫 震慑浩瀚雪落世界的 高高在上的存在 就算是 虚拟宇宙公司中 绝对算是 统治阶层的超级存在了 嗯 建主莫洛克眼中 有着一丝羡慕之色笑道 我来天使宫这么多年 都没有见过公主一面 不过我们公主 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实力 她坐镇天使宫 那雪落世界不朽神殿的那群不朽们 以及古老存在们 就没一个胆敢出来 公主要见你 可是你的运气呀 为什么要见我 罗峰疑惑 天使宫公主 这等身份的人物 估摸着 至少是宇宙国主级别吧 或许更强烈 否则 怎么能震慑雪落世界呢 对天才 那些超级存在们 没必要太在乎的 那些存在 各个都是宇宙中 永恒古老的强横存在了 公主要见你 我一个小人物 怎么能知道原因呢 建主莫洛克笑道 我的权限 也仅仅是将你送到第二层 后面我都不敢上去 不过上面有人接你 直接送你去天使宫第九层 见公主 话音刚落 二人就来到了宫殿第二层 罗峰一眼 看到不远处 正站着足有三米多高 披散乱发 背负着一柄巨腹的魁梧壮汉 恍惚见 那魁梧壮汉就仿佛一座 巍峨高山 让人心计 那股气息 似乎比当年前无宇宙国的 神将十三 还可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